一年一度籌款盛事博爱欢乐传万家 接下来星期六晚就会在翡翠台播出 每年艺人和歌手都会倾力演出 务求籌得更多善款 今年虽然面对第五波疫情 但仍然无了一帮艺人的善心 罗家英和徒弟黄智良 JW黄浩仪 关心妍 冯允谦 肥猫Maria Cadero和好友黑妹李丽霞 苏珊 李隆基 Joe Junior等 这日来到电视城为节目彩排 淘大宇会打头阵演出 献唱红片网络的倒转地球 很开心 双重意义 又可以做到善事 这个最重要 还有自己也是第一次在香港电视台唱 在公司唱 以往我回来都是一个拍剧身份的人 这次好像以一个歌手 觉得好像很有趣 想不到 这么多年前的歌 他那个歌词摆到今时今日 好像很有用 因为宋州担忧 大家也很想疫情过去之后 去旅行 我觉得很有意思 希望可以尽量发多些正能量 因为我经常觉得正能量 是不怕多的 不断不断的发放就好了 夜晚刻又重播了 对啊 对啊 我有看 因为对我来说是一个黄金时候 因为现在夜晚最好不会出街 最好当然是看自己以前的剧 回忆一下 怀面一下 这日是佳英哥和徒弟首次同台合唱 智良都直映心情很紧张 在疫情下 学生只要在家上网课 原来佳英哥和徒弟操曲 同样改了网上教授 减少感染风险 现在我们就唯有利用网上 哦 是 还有一个女孩 我们三个就是在网上唱着曲 哦 是 师傅会在网上常常教我们 哦 是 就是开网上 是的 是 对啊 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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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点啊 差点啊 因为那个时值有些问题 疫情下下 有没有家里准备好所有食粮 Lisa姐是否已经准备好所有食物 这些不用你想了 我也不用想的 他会搞定了 他很厉害的 是 今年Jade入行20周年 他说自己准备了一连串工作计划 除了出新歌之余 刚刚还去了广州两个月宣传新碟 这日还透露 今年有个大型庆祝计划 今年会是我的20周年演唱会 希望疫情快点过 我们就可以开了 现在最重要是抗疫是先的 我觉得演唱会 一旦疫情我们就可以随时都开 希望是今年 因为今年是20周年 所有东西都在准备 所以内容已经订好了 是的 订好了 所以今年一定要举行到 刚刚推出新歌的JW 最近忙宣传之外 大部分时间都是留在家 和男友一起分担家务 不过JW好像越帮越忙 我经常不看清楚衣服 应该有什么可以洗 什么不可以洗 我一次过都放在洗衣机上 现在出来 我一次过都放在洗衣机上 然后出来 我整条颈巾 变成像煮了一条 煮了一条 缩了水 连纹都没有 所以我很相信 她负责煮食 因为她煮食是超厉害的 所以她就负责煮食 那我就负责洗碗 她经常都会看 原来乳汤很容易煮 或者她说 原来什么津白菜 也是很容易煮 然后她经常在煮的时候 又不让我进去 因为她不想让我看 她说 it's secret 但是每次吃饭都会很开心 因为她每次都有一些新菜 之前人人都为了 她没有剪头发而烦恼 Jay Fong也是其中之一 因为我自己的头发很快长 我基本上每两个星期就要剪头发 这次可能一个多月没有剪 所以的确辛苦 还有我有很多白头发 我开始要回salon 要上下颜色 主要都留在家寫歌 做音乐 录音的时候可能是戴着帽 但是尽量我都比较安全 因为我家人和我一起住 他们都不小 所以我也要很小心 所以我就尽量不要出街了 张燕博和何俊乐 为了这次善举首次合作 他们还以自己最擅长的basking方式 献唱一连串黎智歌曲 答謝博爱对市民的贡献 因为我之前没有跟他搭过 我就上去YouTube看他很多视频 他就说他自己唱歌 可能不是一些例子歌 对啊 都是设计的 对啊 然后之后我们 左叉又叉 左叉又叉 然后才找到现在的几首例子歌 找到一些大家都懂的 我觉得最特别的 我想我跟他的细腻都挺合的 对啊 我觉得真的 夹起来原来都挺有氧气 那头发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的天后发 我最初那几个星期 我真的在家里自己自然 只要收 不过我就收到一颜一忽 那后来当然了 刚刚开完的时候 立刻就去发型屋 搞一搞一个新的车子 对啊 我还没说得及 对啊 我发跡超级长 我经常都说 为何头发这样插着眼睛 起来插着眼睛 喂 你不要找我剪了 我可以了 我现在很厉害了 收得很便宜 对不对 不收你钱了 好